有跟您上次有跟您在這裡的 有跟您借過 是 這是我們Eric 我們怎麼做 他們想要先請你看一下這個他們的demo 然後等一下你就坐那邊然後看那個 OK好所以我現在要在哪裡看 就是站到他們 因為都是雛心機所以我的視角都還有一點限制 沒有辦法過來看 因為目前是視角的限制 所以說可能一個 就是您要在這裡 在FOV大概這樣子 看得到嗎 問題在這邊看得到嗎 問題在那邊看不到 一定要在那邊 你不像是父親 但你在這邊看得到嗎 其實不是很 因為還沒有到一個很清楚 可以前到我小睡部移動一下 好 好 對啊 那我們就是讓那個影響是站立在那個 黑色螢幕的表面 對 你要在正直 他可以前後稍微移動一下 所以它可以比較輕易一下 所以小睡部在我移動一下 對 你可以用手去感受它那個 像高會有差嗎 會 會 會 因為我們主要現在是局限在某個角度 對對對 所以我這個 對 前後可以上架 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要把這個視角再打開一點 這屏的作用是什麼 它只是做一個展示 就是我們 像以後我們在廣告啊 或者是demo一些廚房 或什麼等等的 或博物館 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抽選 我們跟小賴有沒有任何的 好 我們是以後是你們的站住 沒有 沒有 還要到他們的厲害 還要到他們做三支舞 好 了解 然後我們 這個比較特別的點是 我們這邊是沒有任何的反射層 對 對 所以未來我們會把這個3D互動 供應什麼的進行 我們就可以跟這個Powful 一起去做運動 對 所以可以嘗試去觸摸它 去感受到它不是在空間那邊的感覺 會太強 太強了 可以 所以這個在一般的 像他們用手機拍的時候 看到的是什麼 欸 效果會相對不一樣 因為畢竟CCD 還是1,2,2,3,4 就像我們一個立場的場景 我們看到 但在臺灣還是看到一個前面 對 對 對 不會 好 因為這個跟傳統左右遠那種 視察的3D是不一樣的技術 對 拍起來就可以拍到一個完整的 對 它是一個前面 對 拍不出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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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感動 應該對 因為它比較有 因為這就是這個 這個 固件 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也試著跟不同領域的朋友去談 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 除了 我們這樣的一個技術 因為我們還不敢說我們是一個產品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市價還有限 所以我們就跟不同領域的朋友去談 包含廣告 包含書 包含展示 還有一些ICT的朋友去談說 那我們這個東西 是否在你那個產業可以產生一個新的營用 然後帶出新的體驗來 那目前來看好像給我們的還算都是正面的一個 不愧 那也因此我們才會有那個概念說 我跟我太太拿影響 不是有把他們去嗎 他去做一個所謂的展示的廣告 看那個效果是怎麼樣 沒有意思 那就 我們就做教導影片 基本上我會希望就是簡報人在AU 那個正門後面 對對對對 麻煩 不過它比前後長 可以可以 它還蠻長 好 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這個位置 好 那我就坐這邊 是啊我們坐這邊 好 感謝 拿一下包包這個 不好意思 已經明天就除夕了 沒有時間 沒有沒有 好 好 那 基本上我可能用幾張slide 可以 這回請介紹一下 好 OK 我們是群瑞公司 這五公司我只能在2010年創立的 那因為我自己雖然做的是 IC工裝跟半導體的 business 但是因為我是光電所畢業的 這個 都是我們那個學弟 哈哈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在那個 大概30年前 我們就跟我私人的學弟 他現在是敲東大學 工電所的那個 黃毅堂教授 是 我們就去FORM 這個 project 然後我們想去開發這個 所謂的 光廠式的 螺絲3D 標準影像跟 不同技術 現在得到等 這之後我們可能會 陪他去 那這剛剛 一個技術 我們就有一個 新創團隊 在這個公司的 裡面 我們這個團隊 基本上面 他的專長 可能就是像 3D以下 他光學 平衡自己觸控他的軟體 Eric他是比較偏軟體的 他對於 光的這方面的軟體 比較難道的 所以我們一些演算法 是他負責去弄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有一個小團隊 然後在 目前就是 這樣 三年 三年下來的 執政國 他就有 做到現在 這個樣的 一個狀況 那 Anyway 就是說我們當時候 成立這樣的一個 project 然後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其實是 有一個背景 因為 在 那時候就是說 Avanda 在3D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高的 高峰 但是因為 一些因素化 像 人要戴眼鏡 然後 人也會不舒服 然後 Content 也有 Limit 既然要假情 我想不用VR 哈哈 對對對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說在那個 Avanda之後 整個那個 3D做的氣勢 好像血奔一樣 整個這樣下來 那 因為像 我們做3D 做這麼久 我們會覺得 很可惜 為什麼會 會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不應該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 畢竟我們認為 人去看3D的影像 才是比較符合自然的 或者是一個螢幕 就貼在牆壁 然後看這樣子的一個 東西 讓那個 二維的影像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應該再花精力下去 一些事情 應該散一下 所以我們就 想說 應該解決這個傳統 3D 雙眼視察 應該是雙眼視察 才會有那麼暈眩 或者是要戴眼睛 所以我們才會走 手手打 我一定要走螺絲 而且不要再走 那種那個 雙眼視察的方式 就是要有一個 很廣場的IP 有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這個是 其中我們的一個 一個背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創造一個 嶄新的一個 3D的體驗 那不是只有說 我的電視掛在那裡 或者是 那個電影的screen 掛在那裡 然後我們跑出來 鯊魚跑出來搖 可不可以跳脫戰鬥 有感覺 就是讓它更生活化 更自然一點 就是像我們現在想像 呈現的 我就是在眼前 看到一個 譬如說這個畫素 譬如說這個投影機 這樣子的一個 肢解的那種感受 讓我們那個 看到3D是更自然一點 就在生活中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才會開始去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延伸出來 我們其實 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 全新的那個 影像體驗 我們其實是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一些 已經既有的 英文的領域 去創造一個更新的東西 比如說 像剛剛這個 遊戲機 那如果 我那個 英雄聯盟 可以讓它 所有裡面的角色 都是在一個平面 上面拋起來 站起來 在那邊打架 fighting 等等 那應該可能 跟現在 平面可以看 雖然是用那個 後世的那個 發法去畫的 那感覺應該是 會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這種 已經既有的應用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 創造一個新的價值 這個是我們其中的面積 另外一個當然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創造一個 新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應用 可能就會更遠 所謂應用的更遠 就是說 可能一些 communication 比如說 5G 如果是 radio的時候 它可以傳輸比較高的訊號 是不是像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標準影像的訊號 都被直接傳了 那不是已經沒有所謂的 平觀的限制的問題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能 手機 真的是像 一些 那個電腦 在網路上看到 我在通話 我可能就是 一個對方的影像 就跑出來了 在這裡 那我直接是跟它講話 這個可能會產生 一個新的應用模式 OK 這就是我所謂的 新的一個創新 那 那延伸來講 就是說 其實這個新的應用創新 就是我們這邊 一個更大的願景 是可以讓虛擬世界 跟實體世界的互動 可以更自然一點 就是 跳脫 我們要戴眼鏡 戴一個頭盔 這樣的方式 而是 直接這樣看到 一個螺絲的影像 跟這些 不管是它的一個 DATA 或者是跟 影像 去做一個 用明空的手藝 操作 或是 去跟那個 互動 所以這個是我們 目前的團隊的 一個面前 這個是跟 正文解釋一下說 我們的影像的特性 就是我們這個是 我們開發的 一個平面型的顯示器 然後它 也有個立體影像 就是站在這個平面 顯示器的表面 它是動態採測 那可能可以用下面這張 來解釋它的一些特點 那第一個 這個就是 我提到說 我們平面的顯示器 它 可能這一個模特兒 它是跟 這個星星 虛擬的星星 在玩那個 西洋棋 那基本上 第一個 特點就是說 它不用戴頭盔 因為我們 第二個就是 它不是用 所謂的 這個傳統的 左右眼視差的 它是光廠的方式 所謂的光廠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 是讓這些影像 在空間中充建的 所以 這些都是一個死相 我們也帶 等一下 如果你要做個實驗 我們可以 鏡子 我們有帶過來 你可以放在那個影像後面 那因為死相 所以它會反射 那個像 它說我是那個虛像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反射 所以這個是 我們是一個 光廠所 在空間中充建的一個 實際的影像 然後另外再來講的話 就是我可以 把用互動的方式 一個是用手 Chesture 或者是Voice 去跟那個影像 做一個互動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 這一個呢 是一個 平面型的一個構造 所以我們就比較容易 整合在你的生活的時候 找不到 比如說我把你的這個桌子 比如說 把我們的顯示器 像進去 或者是電話板 你給它像一個 甚至是地板 或蓋一個強化玻璃 蓋一個 也可以像在那裡 它一定要跟地面平行嗎 它不能掛在牆上 然後變成像一個 有深度的畫 這樣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不局限做 一定是要平行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在你的生活周遭 特別是在十年 你可能就可以把這些 我們的 裡面的資金 給整合進來 讓那個影像 就是在你的 周圍去浮現 你可以跟它入洞 這個 這個是我們開發在 你的技術的 其中的一個 一個特性 那 因為它這個展覽 其實它是 筛選了全台灣 所有它的 學校的 產學合作案 因為我們 我是跟教大一個 一開始產學合作案 所以我們有被選上 所以我們就 有去參加這兩個 一個展覽 然後 蠻幸運的是說 大衛它有適合三個獎 分別是 未來科技突破獎 還有媒體關注獎 還有最佳人氣技術獎 這三個獎 那我們三個獎 都有 幸運的得到 所以 基本上 因為 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 正式對外展覽 因為本來 我們 在這個場之前 我們自己都還覺得說 嗯 好像還不夠 那 也想要說 在Cooking一段時間 在那個 但是因為 科技部 當天 第一天早上就有媒體來採訪 那 這個部分是跟 正文解釋一下說 我們現在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技術的發展 有大概這幾個區塊 一個當然就是我們 影像品質的提升 剛剛提到說 有四角在打 高度 在打 高度 這是我所謂影像品質的提升 另外 可能就是 圓景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些演算法 因為這個可能 牽著到我們後面 要做一個real time 的互動 這個在圓景的部分 是蠻適中的 Erica 另外一個就是 互動的部分 互動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一些手勢 跟聲音曲互動 再來就是影像來源的部分 影像來源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都是用 市售的一些3D軟體 所建的模型 然後再經過我們演算法 算出來的訊號再丟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面 是說一些 比如3D Max 等等這些軟體 它所建的模型 都可以吃 但是 我們認為應該要把 那個 來源再補到 比如說 未來如果說這個 手機的 雙眼手機 這個熱壓力 它可能一照 有一個 我們需要的 一個3D的製品 在裡面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把它維持進來 然後就可以做成 可以顯現在這上面 那個3D的一個 一個 立體 是 那這個呢 是 跟正委報告 也要說 我們其實在 互動的這個部分 這邊 這邊是跟您報告一下說 其實我們做所謂的3D漂浮影像來講 在整個全世界來講的話 也有不少非常厲害的人在做 像這個是日本的NICT這個組織 它有點類似像台灣公園園的組織 他們其實在這個所謂的漂浮影像 這一塊 已經花超過十年以上時間在開發這個 只是他們的後取是跟我們不一樣 它是用所謂的projector array 就是它排一排 不是排一條 排一圈 然後可能幾十支的那個projector 然後同時照射在這中間 中間它其實有一個 複雜的一個光學的結構 簡單來講 它的形狀可能就是一個 綁光狀透明的 上面還蓋一個蓋子 所以 它就把這些projector 同時打開之後 然後照到裡面之後 它就會在這個 平面上面顯現一個 像一個初音的小小的 所以它沒有可視角限制 裡面繞一圈都看得到 沒有它還是有 它目前大概可以做到130度 對 正不太大 但是它基本上用了 是98 對對對 但它已經用了96台 microbook線 對 然後做到大概130度 是 然後因為為了要容納96台 去控制這些96台的projector 你可以看它整個機器的架構 是相當複雜的 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的應用其實一直 現在打不開 第一個當然影響還小 再來就是說 這麼複雜的架構 像價格的部分來講 其中只要有一兩隻projector 角度不對 影響就怪怪了 那所以也蠻限制它的利用途的 所以基本上面 目前還沒有看到很大的商業化 雖然這個是他們自己開發的 就是在玩那個卡牌遊戲 可能卡牌裡面代表的那個 不管是怪獸還是仙女 一放之後呢 它就可能在中間就出現了 那個影響 但是頸線也在中間 它沒辦法跑出那個區域 所以這個是蠻抽現的一個 很可惜的 還沒看到它比較大的商業 另外一個可能是 現在學術界比較夯的一個遺體 它可能就是一個 飛碟狀的一個反射鏡 那它可能在飛碟狀的底部 有放一個實際的物體 它可能就是把這些 透過的反射鏡 把那個物體 就呈現在這個表面 那他們學術界在玩的話 就是把 那一個實際的物體 變成是一個 小小的Display 然後Display 可以改變影響 它就跟著在三年層面 給我們影響 但是一樣的 它需要一個非常大的 體積的一個 飛碟狀的一個反射鏡 所以我想在一些應用上面 可能也會受限 可以很難想像說 我桌子把一個 這麼大一個飛碟在這裡 這不容易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就是傳統的 就是用那個FIM的 它直接在FIM上面寫出一些 繞設的一個訊號的 所謂真正的Hallover 方式 直接靠雷射或是白光去繞設出來 那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像一些 我們在市面上有看到 比如說這個金字塔 或者是說在那個三窗花園區的一樓 的遠傳 那邊也有一個所謂 浮空區標記 這些其實都是2D的影響 比較跟我們那個3D是有區別的 所以我們的技術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是做成一個平面的 就像這樣一個平面的 所以我們的適用性是高很多 再來就是說 它是RICH的 像這個我們的話 它裡面是2D影響 但是因為有玻璃的關係 所以我們收 是沒辦法進去跟它那個 OK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差異 其實 因為你可視角受限的時候 3D跟2D沒有分那麼開 你可視角如果是固定的時候 3D2D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對 但是可視角稍微寬一點點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有那個緊身的感覺 對 那我現在想問說 因為你放桌面上 大家都會要求高度 但是我們現在壁掛的東西 就是它不會那麼要求深度 所以你如果是 因為這樣的話 我眼睛跟妳說 在這個調度這樣看下去 你們這樣子成的事項 有什麼限制嗎 還是就也是一般的事項 沒有問題 對 就我意思說 我們如果掛在譬如說圖畫 掛在那邊這樣會亂在太多 對 也是可以 因為那樣子的話 沒有人會要求圖畫如深 對 那圖畫只有3公分深 大家都覺得很好的 我們也很少看到牆上 掛超過5公分深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大家要求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你放屏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3公分很矮 對 可是3公分大家不會覺得很淺 所以就是說 使用上的一個差異 是不是 請這個選擇 OK 好 好 那這個是分享一下說 我們現在在做一些跟不同的產業的部分 去聊 然後看看他們的產業裡面有沒有一些 把我們的東西是可以幫他們創造出一些新的體驗出來的 那可能有幾個區塊可以分 一個是展示跟廣告還有數位看板的這一塊 那這部分確實我們跟蠻多的朋友也聊過 像這些ID也是他們提出來給我們出發的想法 那像數位看板的這個部分 那Anyway就是說 有朋友跟我們提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加一個 比如說一個TAG 或者是說Touch Scream 然後我可能就是 比如說我到ZADA 我去看衣服 女生看衣服 然後我就先Scream 看說哪一件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一點之後 那那個衣服就在 模特兒 那個 立領像模特兒穿的那衣服 這樣是很抽屈 讓他看一下 這樣一個 一個感覺 那當然如果再往後面想更黏一點 假設說我剛剛講的一個3D的來源 我可以再擴大 比如說 那我就用那個自己的手機 Dual Camera照一下 有那個數位訊 丟到我們的電腦 那個雲端去算之後再回來 他就跟那個衣服結合 你就看到自己在穿那個衣服 在走秀看一下 大概這樣感覺是怎麼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做數位看板的人 他們有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發 因為目前數位看板已經也都是 蠻矩的 應該是說 不曉得 能再玩出什麼杏花樣子 那另外一個ID 比如說 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如果吃皮麵 我可以把它放在地板 比如說 我走到那個Nike的那個狀態店 在門口的時候 那有SENSOR SENSOR到 有人走過來 然後Nike 跳出來 E23VOCLE 或者他的那個文字 跳出來 那 我看到的時候 那有些小朋友也許會想去踩他 那因為我們被做一個簡單互動 要踩他的時候 他怎麼會跳開 會閃開 所以 這個也就是 那個 他們做廣告朋友給我們 這樣子 這樣是不錯 因為你是想法 OK 那另外的話 就是 剛剛提到的智慧零售 就是我剛剛舉例的那個智慧零售 那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像 語音助理 因為現在這個語音助理 似乎因為這個 美國這個 加拿大公司 還有中國的公司在 在推動這個 所以說 它的銷售感好像也是我們上市 但是因為 它目前就是 以聲音為主 因為它是它最強的 它有個AI的東西 它可以跟你印打 但是 我記得有一個蠻有趣的故事 就是說 當那個Amazon 把這個市場 做出來已經超過了 一兩千塊台的時候 那Google就覺得 我也很強啊 我這個語音也很強 AI也很強 那為什麼我沒有進那一塊 所以他在去年就推出這個Google Extension 但是他跟這個Amazon也有一個區隔 所以他就在上面 加了一個念版 Touch 說 你那個只有語音 然後呢 比如說我如果請你這個語音去搜尋說 我住家的部分總共有多少中國產地 結果搜尋出來是三十家 那全部唸出來都唸到天黑了 那我用看的是不是比較快 所以他就有這樣這個reference issue 但是 按照這樣的邏輯來推 其實人類 對於感知 大部分還是眼睛 聲音是佔比例比較小 所以 我如果要讓那個語音更 人性一點 其實要看到東西 但是不是看到那個平面的一個這樣子 如果我可以讓他看到一個粗音 小小的 站在那個 他的這個device上面 然後跟他對談 那 那那個感覺其實會更 有吸引力 那 這個也是我們在跟一些 台灣的一些ICT的廠商品 像汽車大航或是遊戲 可以用這幾張slide跟整理報告一下 像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情境想像圖 那我先聲明一下 我們當然現在還沒辦法做到像這個樣子的一個 可能還是有邊緣的限制 但是基本上面應該是說 這個遊戲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剛剛有跟你分享 如果那個英雄聯盟或者是部落戰爭的人 那他在一個五十吋六十吋的螢幕 然後大家看得到那個影像都是站起來在那邊對待 那那個感覺是會非常非常不一樣 因為這個我有跟那個做電競的朋友 我們稍微尋覓一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影像感覺 你覺得是不是對你們是非常吸引 當然對他們來講 他們希望新的酷的炫的 是一個 是一個那個 是在那個趨勢是沒錯 但是我一直我問他說 那如果我們那個影像真的是這樣站起來 我變成說我那個運動在跑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三圍 跟你看平面的三圍是不一樣的 那是不是我在玩遊戲的那個挑戰路裡 或者把它設計關卡 可不可以更不一樣 那這個他確實是會有說 很違規手電 確實是可以設計一些新的東西進來 那加上說 如果說我們手勢是可以去操控的 那可能在玩遊戲的時候 是可以加入不同的操控方式 OK 這個是在遊戲裡面的部分 那在汽車導航這個部分來講 那我們這個也有跟汽車導航開始有去 去探訢的時候 那如果說我可以把我們的螢幕 把它整個在那個駕駛座前面 然後呢 他看到的是一個立體的MAP 就是說這個MAP 立體的MAP 就直接跟你窗外的那個階段 直接是Match 那就不用是看人家傳統 這樣一個二體的MAP 那這樣子會更直覺 更直覺 那有些朋友 是有說 似乎這個有點道理 那甚至說 他們也有提出來說 因為未來像歐洲一些大廠的那個 和日本大廠的一些汽車概念之後 他們已經慢慢的沒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實體的這些按鈕 就是這些 這些那個 控制變盤 他可能是去一個全螢幕的 OK 那一樣的 那是不是如果把這樣子 一個全螢幕的 變成是我們的螢幕 讓所有的這些東西是 有立體感然後浮空出來的 然後你可以用手機去操控它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 有一個進化的影響 確實他開設的時候 他不可能平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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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 OK 這個也是 我們有去做看群的一個部分 那 回到 這張就是那個 智慧管家的這個部分 那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說 我們把下面這整個 變成是我們的螢幕 那有機會 做到這樣子的一個 應用 好 所以這個是在那個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些 market的設備 那網購的部分的話 呃 呃 是希望說 呃 假設在像這些5G 更popular的時候 那 我們在傳輸訊號 因為我們確實 我們這些訊號是蠻大量的 如果說 那時候 可以不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到一個 所謂的2D跟3D的 SWITCH 那可能就是想這張圖 啊 他大量而已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像說 如果說 然後到時候 到時候這些傳傳輸訊號 然後還有我們目前實驗室有可以 未來如果說是可以量產的 2D跟3D可以SWITCH 其中一個元件 可以量產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有機會可以達到說 我在網購的時候 可能一樣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在上面SWIN 然後這部分跑出來 可能變成一個PAD就好 我一樣先2D 先SWIN 然後喜歡那一點之後呢 它可能就是 影像 立體影像就浮出來 OK 除了Switchable 可能Logalize 是需要的嗎 了解 比如說文字部分 其他也許就是 不要需要一些 detail 它就有2D等 那如果像這個包包 它想要看它是實體的樣子的時候 它就可以跳浮現 對 那甚至是可以像 因為沒有任何的起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轉這個包包啊 甚至把這個包包打開來 看一下內部的狀況 對你們來講 像在補一個2D 我們跟你沒有影響 對 了解 好 OK 那再往前走的話 就是說 我們面板也皺得過大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客運的桌子 然後 在那個球場一撥的人 他也可以穿我們 要有訊號 丟到這個桌子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即時顯現一個 所謂的球場比賽的表演 現場的一個情況 那所有的球員 都是好像一個 真的實人一體小人 在這個桌面上面打球 所以那個 林產坦會比 現在看那個 會不一樣 嗯 要請 OK 好 那我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跟正美報告一下說 我們運行 這個是可能在智慧交流的部分 OK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假設這個 大家可以接受高度的LUST 或是我之前的Hasco 或什麼 你用一些比較sign effect 沒有的方法寫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平行化的部分 對 但是 OK 所以這個對你們來講 如果你要做互動 你必須要即時算圖 對 它就沒有辦法繞過去 對 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當然你可以預錄 對 可以預錄它手持只有三種 就是預錄三種 為應的方法 畢竟那就不是拿棋子起來 是 是 所以如果要拿 做到拿棋子起來 而不是只是做轉方向 沒有轉方向 對 那你還是得把算圖的問題解釋一下 對 對 那也是比較中後期的 人家目前前期在屏幕就是這樣做 你應該提到是能預錄的方式 對 對 就是一個展示板 至少可以讓它一左左左左 往左回往回回 它就會有一個旋轉之類的 這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用力的動作就夠了 就是說你是把它當作一個展示盤 對不對 就是最近期的一個引用 就是展示板 不管你平方還是直方 然後試著找出 就是在有限的不同的 都是預錄的情況之下 它還能給人覺得很驚喜 是不是 這是目前的 是 那除可視角 其實別的就是景深 或者是什麼那樣都慢慢做 是 OK 那聽起來很有意思 所以如果是Single User的話 那你對於那個User 它的橫向移動有限制的話 除了車服跟劇院這種 大家誰都想得出來的 之外有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 像3D微信用電源 OK 就是像我做的那個 Mutando出車3DS 對 它就是一個專門的Single 是6.3157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不過3D這個東西 你們底下的那個機械 有可能微信花到手指的大小嗎 沒有 增加就有 OK OK 所以它其實不需要什麼號碼 對 它這個我們因為裡面有一些是 沒有要調整或什麼的 因為 因為現在就是儲勤機 我們現在 等到的資訊 對 而且這個 因為我們都是台湾的 視野團 對 這個 基本上來講說 搞工廠這一塊 其實它那個原理已經存在超過一塊 對 只是比較沒有受到動視 以前就是工廠相機 我有那個LIGER LIGER 對 對 所以 玩這一塊來講 也不是說我們比較厲害 說 好像我們在整個歐巴那種 跑的還算 滿前面的 但是 是因為 可能是整個大家 所有的 注目那個 可能以前都是Capture 那些影像 不是在Display這一塊 所以基本上面 來講 我們可能在整個 現在你看 整個歐巴 在Display這一塊的話 應該是做得滿前面的 那 當然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條件 就是台灣 有 我們 充足了很多廠商 這個能力 我們所需要的一些 民主建 對啊 Expect 開得出來 台灣應該都做得出來 對 很棒 所以你們現在跟各級都有關係 其實 好啊 那看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除了這個影片 當然就會放到YouTube上之外 對 對 隨時看有什麼 覺得說 有進一步的 合作的可能性 或者是 軟體上面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 E-mail 對 我自己是覺得說 它只要解決那個 可能是掉問題之後 其實 我們就不用做 還是面向應用 這個會有非常多人 對 對 因為接下來 眼鏡的部分 我所知 就是Intel 他們做了一個 沒有手勢控制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camera 它就是純Display的那個眼鏡 對 那其實像這種 它 比較好是說 以前戴Google Glass的時候 大家都會心生戒備 它是camera 對 不是你想被你看 就算你說沒有打開 我什麼相信 對 那Intel它就是標榜沒有camera 對 然後等於你 你從外面看起來 最多看到一點點紅光 但其他都看不到 那反而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在使用 是面前呈一個二滴的像 而且你要眼睛轉到那一邊 才看得到 它能一個peripheral display 對 那像這樣的話 我覺得眼睛的接受度 大概到這個程度 是蠻高的 對 那但是那個 就跟你們的客群 完全 對 完全切割開了 對 所以如果只是 就是面板 提供顯示 開設儀標板 我當然覺得說 像Intel 那個做法 可能是比較快的 因為它也不受眼睛 精神毒素什麼的影響 它就帶上 就當作一個dashboard 去用 那那個部分 其實就不需要 那麼高大的技術 因為它很便宜 對 但是像你們這個 它其實還是 就長時間同一個位置 然後有 有某種互動 對 那這個的話 它Intel目前確實不太可能 那 Magic Leap 就再當當 你不是一直在 有那個青蛙 掛機 對 對 對 我想 這個Dashboard 當然未來可能有一些重疊 但是重疊也不是非常大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們這一塊還是很能夠做 是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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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很棒 沒有意思 謝謝 謝謝正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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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